大概要七八百塊 七八百塊 這個比較貴的 五格律只有七 因為其實我們看這個顏色 就知道了 好 現在把它戴上藍光的眼鏡 五十四眼 所以這眼 就這樣子 那兩邊的話你就 它可以促進這個眼瞼 還有睫毛血液的擴張 因為你燻它 所以會促進循環 我常常說給眼睛做SPA 小小方 讓你健康 眼翅芳 觀眾朋友大家好 最近你的髮指會覺得痠痠痠 不是最近啦 他們都一直來 都是痠痠痠痠痠 還是說老頭油 還是說會有那種刺刺的感覺 到底是說免疫力比較差 還是說滑手機滑太久了 那該怎麼辦 今天我們中西聯手 才在營養室 還有一個 從早就看手機 看到眼睛 又你看 達人 達人是怎麼顧眼睛 有些比較好的方法 要跟大家說 因為我們現在手機不離身 已經變成一個常態 你說你不要用手機 都說你是山頂洞人 但是要用 要怎樣 趕快來歡迎我們的好朋友 首先是我們眼科主任 陳醫生主任 好 中醫師是我們楊素卿主任 好 大家好 醫老師 謝謝方老師 大家好 好 今天這位帥哥 是3C達人 叫K大 哈囉 大家好 保護我們的眼睛 我們今天的節目 為大家準備3種東西 這3種東西 我們家裡都有 第一是什麼 宜邦老師可以 好燙 好燙 能不能防光 擋光 再來呢 好 太陽眼鏡 這也是必備 但還有一雷你絕對想不到 就是老師這是什麼 兩枚 那個什麼 濾網 濾網 那這個濾網 是要做什麼 好 先賣個關子 待會兒跟大家說 好 我們要進入主題之前 大家先看這個很驚訝的新聞 滑手機又滑輸了人命 媽媽帶小孩去溫泉池細水 卻背對著兒子 自顧自滑手機 幾分鐘後意外發生了 離譜的是孩子溺水 死命掙扎的同時 媽媽的眼睛居然還離不開 手機螢幕 往前走幾步 又過了幾分鐘 才忽然驚覺孩子不見了 當時她就是 她媽帶著孩子在這游泳 然後孩子找不著了 就找裡面的服務員 這起意外發生在陝西咸陽 一名母親帶著兩個小孩玩水 卻發生慘劇 不但媽媽粗心大意 一旁遊客也視若無睹 最後這名四歲男孩 就這樣活活擬閉 同樣的悲劇正在全中國大陸上演 這名媽媽放著小孩玩水 自己在另一頭玩手機 最後孩子竟然在這個小水桶裡淹死 不過池水危險 馬路更危險 安徽這名母親就因為滑手機 孩子被休旅車撵過才知道 另一段監視器畫面同樣驚悚 兩歲女童也差點命喪輪下 警方苦口婆心勸導 因為類似案件層出不窮 四川南充女童從遊覽車窗口 360度滾落地面 馬來西亞商場也發生媽媽滑手機 女兒跌落電幅梯縫隙 當場摔死的意外 父母帶孩子出門 最好先把手機放一邊 避免這樣的恐怖畫面再度上演 三里新聞綜合報導 其實我們剛剛看了這個新聞覺得很不忍 可是有時候會覺得不可思議 但是就偏偏發生了 對 那不是只有在大陸台灣嗎 常常有聽到 對嗎 主任 我覺得這個叫做時間扭曲 怎麼說 時間扭曲的意思是說 像我以前都是像那個紅綠燈的時候有沒有 看90秒 有夠久的 90秒 錯動的 就跟手機拿起來就這麼看 你會發現到說一分半 其實你在平常你會一分半 時間好像很夠用 對 可是你在看這個的時候 常常你會覺得說時間被 不夠用 不夠用 我那天看人家傳一個那個Line給我看 媽媽帶小孩子去餐廳吃飯 出來的時候 那個車子是停在那邊了 可是小孩子因為他很小嘛 三四歲 對 他不曉得說人家那個司機已經進去了 結果他在後面 他想說小孩子走在他前面 在車子前面 他從車子的旁邊還在那邊滑手機 結果車子開走 就把小孩子壓過去了 我覺得這個 這個真的媽媽一輩子會痛 你知道會心痛 因為他自己的舒服 對 我現在看病 所以看病 那個媽媽帶小孩子來看 你知道小孩子坐在那邊 我要跟他把脈 要看舌頭 要試診 他一隻手還在滑手機 所以我都跟那個小孩子講說 手機收起來 不然我不要看 對 就是說這樣子 因為他連這一段時間 這個時間他覺得一隻手還在 不然就在玩遊戲 這樣子 所以的話就是這個真的很可怕 如果說你去碰到一次 真的你終身的內疚 遺憾 對 遺憾 對 遺憾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有時候要站在一起 對不對 對 像是那個 應該更控制不了吧 我很難控制 但是我在一些比較危險的時候 還是會控制 譬如說過馬路的時候 或是陪家人的時候 就是其實那種是叫 3C成癮症 對 對 那有些人像是 我在高速公路上 還看到一個司機 直接拿平板在寒頭路上看 太誇張了 現在這麼多啊 對啊 之前寶可夢也是有人騎著摩托車在抓寶 抓寶 對 那個叫3C成癮症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有自治力 你控制得了 我控制得了 但是我唯一控制不了是 有公司來的時候 譬如說我以沒有來的時候 我就會站在路邊 你動不動 那你還有時間就是說 會盡量陪家人嗎 陪家人的時候你就不滑手機嗎 盡量 那請問你一天有多少時間 陪家人的時候是不滑手機的 差不多有一兩個小時 那不錯耶 所以他這樣 他這樣你看 他既是3C的 應該是過動 不能講重度使用者 可是他還是有讚不讚 但是我們來看這個報告 第一 因為現在傷眼排行榜第一個80% 使用3C沒有適度休息 要多久休息一次啊 最好半個 沒什麼休息 8成欸 對啊 已經馬上恢復 消除皮了 很讚很讚 好 再來 有7成5 自覺眼睛皮 對不對 眼睛已經受癮了 對 急症大的時候眼壓升高 然後 拍照 對不對 對 像這個電視 這個我們三例叫S1T S下來就E E下來就T 對 其實這個不簡單的耶 晃的時候 其實你這個眼睛的黃斑 它在那邊找不到下一個字 第一行看到第二行 第一個字看到第三個字 所以說這個的話是傷眼睛 難怪現在黃斑部病變的人越來越多了 對 我臨床也看很多 我臨床也很多 以前的話是沒有說那麼多 是年紀大的才來看 對 現在年紀有降低了 年輕化 對 對 有年輕化 想說黃斑部病變 我想黃斑部以前都是要65歲 六幾歲才這樣 對 就上了年紀了 對 現在不是 好 現在這樣子 我們看這個排行榜 是大家習慣的問題 對不對 可是這個真的是沒辦法控制了 PM2.5 子爆變紅害了 以前都是陪爸爸媽媽來看病的 現在反而是三四十歲的人來看病 來看病他們的主數很好玩 幾乎都一樣 都說兩個月內看了三個醫生 然後看了三個醫生以後 點了兩個月的藥都沒有好 都是像這樣子 結膜炎 對 像這種 這個病牙會紅紅的嗎 病牙昂昂 這就會又痛又癢 這個都是結膜的血管 因為你PM2.5 它那個顆粒 微細顆粒很小 很小它就會鑽進去這個結膜裡面 結膜裡面的話 跑到血管裡面的話 血管造成過敏 所以現在為什麼就是說 我們台北市住的人 大家又戴 看到鏡頭鏡 戴隱形眼鏡 蓋住的時候 其實你的這個 這個懸浮微粒 一下跑到旁邊 然後一下造成發炎 對 所以整個只要一戴隱形眼鏡 所以戴隱形眼鏡會更嚴重 脫掉更紅 裡面都紅紅的 都紅的 因為PM2.5 它會讓我們以為外面是暗的 沒有紫外線 無誤的 對 所以說現在我理論上 我都會一出門 我一定戴太陽眼鏡 我一定戴的 不要自己去判斷說 今天是陰天沒關係 可是重點再來 結膜後皮 這是因為這個問題 產生這樣的狀況嗎 現在年輕人 這種後皮越來越多 都黑起來有 都黑起來 這是旁邊這裡是嗎 生日這裡旁邊 這是結膜 這是有沖血嘛 對 這沖血紅紅的 你不去處理 然後就每天 就是繼續這個樣子的話 就一直發炎發炎 發炎之後就變 好像長繭的感覺 長繭 對 其實現在就是說 年輕的女生來的時候 就想說 我同事跟我講說 奇怪 我旁邊長一個黃黃的東西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很多人 現在我們用顯微信下去看 我們用那個 在門診用裂隙燈 光線一照 旁邊三點鐘跟九點鐘 就厚起來了 那為什麼三點跟九點呢 因為我們說 我們上眼皮下眼皮 幫我們擋住了十二點跟六點 所以三點九點擋不住 擋不住這個紫外線 還有這個PM2.5 一直照照照照照 這兩個對策這裡的時候 這皮就都膠起來了 這如果膠起來之後 這個皮怎麼樣 它有的就會慢慢跑 它會跑 就 就長席肉了 就長席肉就長出去 這個一喝酒就紅 要開頭 要開頭 聽了啦 這開刀會很危險嗎 是 還好啦 但是可能就不舒服 你只要喝酒 揉馬上紅 就這樣 而且最討厭 它會反反覆覆 一直不斷的 再來就不會 我就長短 那個霧霾到底傷眼睛 我們可能也有感觸 可是身在大陸的 可能會覺得更嚴重一些 你看 他說 口罩 古時候 口罩是一個小小的道具 我在這一頭 強盜在那邊 你看強盜都戴口罩 再來小時候 口罩是心中深深的恐懼 因為在醫生嘛 都會戴口罩還是護士 他在這裡就有辦法 要主持 就罵罵好 另外再後來 口罩是2003年 那時候有SARS 搭計時才有心 那時候的口罩 對 很重要 那時候也保護自己 現在口罩是全民防埋的神器 我在這頭 卻不知誰在那裡 有什麼看都沒有 這真的是一種 生活寫照在對岸 但是我們現在也深受其害 台北也是 對 等一下主任還要告訴我們 這三檔他們的經驗分享 怎麼樣來保護我們眼睛 好 現在呢 我們面對眼睛傷害的一些因素 實在是太多了 不管從不可抗拒的PM2.5 或者是我們自己用手機 帶來的一些傷害 怎麼樣來做防護 我們剛剛講到PM2的霧霾嘛 那主任這一鐵藥方是 北京同仁堂他們開出來的 其實在網路來來去 他想 特長啊 我們就用這個就好了 其實要吃這條藥的人 要看體質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金蓮花跟乾草 中醫來講的話 它是在清熱解毒的 這個在SARS的時候不是強貨的 就是缺貨缺貨 對 因為它可以清熱解毒 而且它是有抗菌的作用 OK 金蓮花其實它是一個草藥 可是它也是涼 可是它也是本身也清熱解毒 而且可以治療說 譬如說像我們眼睛發炎 或扁桃腺發炎等等可以 那蓮竅的話 蓮竅的話我們剛剛是 它可以散腫 散結 它可以消炎散結 像我們剛剛講 那個有長那個席肉 其實我們中醫叫做那個藝 長那個眼藝 眼藝就是你吸出來的那個地方 所以蓮竅它也可以這樣子 可是麥冬的話 它本身可以吃陰陽血 所以這不是麥門冬 是麥冬 麥冬就是麥門冬 OK 對 它可以那個陽血 吃陰陽血又可以 就活絡這個眼睛 經驗周圍的血 其實它又可以止咳化痰 為什麼 因為這個PM2.5 它會進到血液裡面去 所以它本身可以清熱解毒 那薄荷的話 這個薄荷油的話 它本身可以清理我們的頭目 所以你看我們眼睛不好的人 很多人都頭痛 對不對 所以的話它這個 可是這個的話就是等於偏寒 如果說 整個藥方看來就是比較寒 比較寒 對 如果說你冷藝人 譬如說你冷藝人 你常常胃在脹氣 你的臉冷鬧 對 喝下去冷藝 就不行 你一定要找你的中醫書 其實它可以加減 對 那加減的話就是說 等一下我會教你們一個 就是大家都可以用的 為什麼 因為PM2.5 不分體質 不分體質 因為我們是外製法 就是外用的 我們來對這個眼睛 我們來尋眼睛 而且它只要三味藥材就好 對 而且這藥材都很優雅 很優雅 而且又很好用 但是就是你為著眼睛 你會比較滑下去就對了 對 先賣個關子 我們待會再請楊主任告訴我們 那光的三個原色就是這三個是主軸 對 就是說其實我們說太陽光 我們是太陽的子民 那我們人類發展幾千萬年 你會在太陽下面生存 就表示說太陽光裡面的 所有光都是好的 是 所以說三個原色的話就是 紅 綠 黃 藍 那這三個光 最主要的 主成三色就組成七色 七色就再組成萬紫千紅的顏色 所以所有顏色都是這個東西 好 那我們現在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兩個檢測 怎麼樣呢 叫做內檢測 一個是外檢測 內檢測的話 就是說我們有這個特殊的儀器照進去 照整個黃斑區 它對於這個藍光的這個葉黃素的量 因為葉黃素就是要擋藍光 就是說我們要不要吃葉黃素 可以用這樣來檢測得到 另外的話就是 等一下我們會跟K大 我們來做就是說外面的部分 外面怎麼樣去防藍 那有什麼手機保護貼 對 或者說防藍眼鏡 簡單的說就是內服外用 對 對不對 你內服到底需不需要 外用的時候這些擋得住嗎 還是不需要擋 是 好 那現在現在是內服嘛 就是看我們要不要吃葉黃素對不對 對 先看眼鏡 是水是比較 比較新的一個 好 這是K大的圖像 大家可以看到說 這個直接就造出來K大的這個四神經根部 那它的區域的話就是黃斑部 大家可以看得到這幾瓶 是太少了 你畫一些 有些種的 對 這個都是防藍光的 對 另外還有像這種 有有有自己也有戴 我覺得好像對眼睛來講 我個人感覺大家開始參考 我們就說一定你要去買東西 好像比較不會那麼疲勞 有喔 防藍的話 其實那個比較顏色黃的是 我們看東西對比是比較好 所以疲勞度真的是會下降 對 就好像覺得比較沒有那麼吃力 我個人感覺 所以不要防太多了 就是15% 20%就好了 那像這個的話可以就是說 你自己有手機 就直接就能夠檢測 也就是說現在是科技發達 其實很棒 就是說你根本就不要儀器 就是你的手機 download app以後呢 你就可以檢測了 手機裡面其實它有內建的那種 防藍的模式 我們先試試看 就出來了 出來了 那這個的話就可以跟我們講說 它現在組隔率有38% 這樣算好不好 就是 還算不錯的 還算格是不是 隔掉三 隔掉將近四層左右的藍光 這還要隔到多少 其實沒有說要隔多少 對 不一定 看自己看著舒服比較好 你如果說真的是 每天就在這邊12個鐘頭的話 我看40%都不夠 了了了 好 那如果 好 花錢買一塊對不對 好 那我們還有 放上那個 好 放上了 對 好 放上貼片了 好 放上貼片了 出來了 出來了 好 可以了 我們大部分都會用稍微硬一點的 對 摔不過 數字出來沒 正在測 好 好 出來了 好 我猜會 好 對 比較低 有沒有 好 主格綠子有七 因為其實我們看這個顏色就知道了 你看這個顏色比較黃的話 它其實就是主格會比較好一點 對 好 現在把它戴上藍光的眼鏡 好 來喔 好 好 這樣多少 好 出來了 出來了 對 所以這眼鏡比較好 這個等於是太陽眼鏡 當然是主格比較好 因為它主要就是說 它是要在室外要擋光 對 所以它是 它的功能上面是不太一樣 對 可能是要這樣子 對 像其實我現在的眼鏡 其實到室外去它就會變黑色的 你那個會自動變色 那個的話也是主格率很高 對 那你們可不可以跟我們一個結論 到底要不要貼還是怎樣 還是用手機的APP就好了 以我的立場來講 我是不建議貼 因為其實以我的立場來講 我就希望我的手機可以看到原本的顏色 因為你貼上去之後 對 它顏色會被改變 你的所有顏色全部都是變黃黃的 對 藍色也變黃的 什麼也都變黃的 看起來就不舒服 我自己認為看起來不舒服 而且如果你喜歡拍照的人 拍起來的顏色就是不對的 會有一點點小失針 對 就是失針的 可是可以保護你的眼睛 所以說我建議實際去下載APP 或是說手機裡面有那件APP的話 其實就可以了 譬如說這個舒服眼模式 打下去之後 反正現在要很適選擇 對 那重點還是不要看太久 好啦 可是還有一個問題 它不是說上面也有 讓你調藍光的嗎 暗跟亮 那個有效嗎 那個其實是有效的 也是OK 對 也是OK的 然後以iPhone來講 它還有一個更厲害的東西 就是說它可以用反向顏色 因為我們晚上在看的時候 你如果用白色底很多的時候 就是亮嘛 所以它就是自己會發光 光透出來 如果你用暗部多一點的話 那像是光照射到眼睛的量 它會去你的環境做一些改變 對 然後你可以把它調成反射的 所以你晚上要偷看手機的時候 今天就是用這種反射的模式 那現在我貼那個900 你也貼900 對 1000嘛 1000多打下來900 你也是1000多打下來900 那那個還是貼著嗎 我建議是 因為我覺得它是玻璃的 比較會反光 如果說要保護手機 螢幕不要破裂的立場來講的話 不要破裂的話 那那個是OK的 沒有問題 還是貼得比較好 不然你看 我一刷就破了 對 一刷就破了 那你換掉貼片就好了對不對 那要不然它原來的那個 對 就是有保護手機 如果已經貼了就不要 對 就不要再動了 好 希望大家知道說 怎麼樣綠藍光聰明來選擇 那還有廣告回來要告訴大家 護眼的考覺 以及剛剛楊主任的三位藥方 讓我們的眼睛服服貼貼 好 今天請到我們專家好朋友 而且中西海家營養師是聯手 幫大家保護眼睛 剛好 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說我們這位3C達人 有人把他稱呼 稱他為是3C界的李宗盛 有聲嗎 聲音嘛 有聲耶 有聲 那你們就來一首什麼 山秋 不要啦… 而且他自己還組Bang 對… 下一次你可以請他來表演一下 對 下一次有機會來表演 我們大家還在幫你做一些調查 你一天大概用手機超過多少 十五 十六 十五 十六個小時 對 可是好奇怪喔 對 他近視本來就有了嘛 對 近視本來就有了 三 四百度 沒有加重嗎 沒有什麼加重耶 閃光 閃光也沒有加重 不是 你自己感覺沒加重 可是檢查不一定 你有去檢查嗎 就是配眼鏡的時候有檢查 你有清光炎嗎 你知道嗎 沒有 爸 你確定 我看… 主任 我趕你先掛號一下 我們剛剛看他的… 看他的四神經看起來還算健康 還算健康 對 你有高血壓嗎 我覺得你那個血管好像怪怪的 可能是疲勞對不對 你那個動脈 靜脈 好像那個短床很多耶 你是不是用眼過度疲勞 沒有啦 你這個… 有可能高血壓是不是 現在只要3C的 他們都把很多事情都把它推著 我用眼過度疲勞 我沒有病 我是過度疲勞 對 其實我發覺主任剛才用那個 一照就可以照出你到底身體有哪些問題 真的 這真是個照妖境 對 眼睛真的可以照到很多身體的疾病 那其實我們剛剛講說 為什麼LED會傷眼 那其實我們看一下陽光的頻譜 陽光就是我們正常陽光照下來的光線 其實像主任講的 有藍光 有綠光 有紅光 所以湊起來就是彩色光 對… 那在陽光的頻譜裡面 綠色是佔最多 藍色其實沒有跟紅色沒有佔那麼多 但是LED不一樣喔 LED它的方式是用藍色的光去打螢光 所以它藍光為主 所以它藍光會特別突出啪這一條那麼大 對 然後它去打了螢光粉之後 它才會發出紅色的光跟綠色的光 所以它藍光為主 所以你直接LED照射的話 它藍光其實非常非常的多 比較強 對 那這個東西是以前大家有沒有發現 以前大家用的螢幕叫做CCFL 那種就是頻譜跟這個陽光比較接近一點 那但是這個LED就不一樣了 所以大家到這個時候才意識到 原來LED的藍光這麼傷眼睛 所以從那時候才開始流行起來說 要抗藍光 抗藍光 不過LED的話它有個好處 就是它省電啦 省電 對 其實現在LED 優點留下 越來越厲害 它其實會有一些遮罩 或是說一些機制 它會把藍光降低一點 它盡量把頻譜越來越像自然光一樣 好 所以是高顏色性的那種LED燈 或是說背光其實都很棒 OK OK 因為LED燈確實亮 其實我們國內 我們國內LED的廠商 他們很知道這一塊 所以說他們這一邊的話 就是藍光它們已經降到 非常非常安全的那個水面 對 但就是你去選擇的時候 多看它的鑄記 對 鑄記那也多保護我們 其實你好好的用 我們本身其實眼睛裡面 就有三個很好的防護罩 對 太陽眼鏡就等於什麼 現在就是說我們自己的眼睛裡面 其實已經有 老天爺已經知道說 這個光線太強對眼睛很傷害 對 所以它有三個構造 第一個就是水晶體 水晶體 水晶體的話 它能夠光線進去的紫外線 跟藍光都會被水晶體吸收掉 它等於就是等同 就是說眼睛有個太陽眼鏡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你這個光線一直這樣射它的時候 它這個電磁波後來水晶體 一直用當作太陽眼鏡的話 後來就會變白內障 它會變性 所以你看為什麼要戴太陽眼鏡 所以外面還是要戴 可以降低白內障的發聲 白內障加防蠻 對 兩樣 所以這太陽眼鏡重要 最好還是邊邊要照起來 那個比較好 有沒有 沒有 現在是像那個什麼飛行員那種 那邊要照起來的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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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照起來的 水晶體本身就是等同 太陽眼鏡 好 再下一張來我們看看 那你看光現在繼續下去的時候 就到黃斑 黃斑上面的話 為什麼叫黃斑呢 其實它就是葉黃素很多 葉黃素多 黃色的 它就是擋藍 跟黃藍中和 所以說等同於說像一個陽傘一樣的 好 我們在下面呢 它的構造有一個像陽傘的 幫你把這個光線把它 把它中和掉這個藍光 對 就是第二個構造 好 剛才我們看見什麼 那個過濾網 想說這個過濾網是要 摺頭前 摺頭 這是比喻 比喻 我們眼鏡裡面有這個過濾網 就像我們身體腎臟是過濾器一樣 眼鏡裡面倒的是過濾網 我剛才這麼講 就是說這個視網膜 就是讓我們看東西的地方 但是它後面有一個血脈相連的膜 叫做脈絡膜 這個膜的話就好像網狀的 血管好像網狀的 那你這個光線這樣一直射到這個地方 一直在黃斑在看 幫我們看東西的話 這個東西怎麼不會燒掉呢 有可能會燒掉啊 那怎麼辦 那它這個熱量一直進來的時候 冷媒網 所以是要冷媒網 不是只是一般的過濾網而已 是 它就是趕快怎麼樣 趕快就是全身血流最快的地方 就是在脈絡膜 趕快把這個熱量帶進去 對 這裡營養 我們簡單講 等一下以方老師會講 如果我們吃葉黃素是這個黃斑部 對不對 對 那是我們要補這脈絡膜要吃什麼 脈絡膜就是血管層 所以要吃的是 DHA 就是三高控制 你的三高控制 沒有三高 你的血液好 血液健康 你血液 你看這就是血管嘛 對 這是血管進來的 你的血管裡面的血 養分夠 養分 這個氧氣夠 廢物排出得好 那你的脈絡膜就健康了 那水晶體就是維他命C 這個是C嘛 是 維他命C 其實因為剛才講那個血管有關係 其實如果說基本上就是 不要讓血糖高 不要亂吃甜的東西 不要吃太鹹的話 脈絡膜會比較健康 如果讓血管彈性好的話 我們可能類似像一些蕎麥 那種雲香素多一點的話 會讓血管彈性比較好 那至於試神經的話呢 就DHA, EPA啦 對 因為它跟神經很相關 抗發炎或是那個 對 好 等一下葉黃素要怎麼吃 像KEDA就不夠 我吃錯了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在吃葉黃素 你有沒有錢花在刀口上 有選到嗎 好 謝謝 我們好好保護自己本身 就有三大的一個防護障 可是這時候外來的一些因素 還是擋不住啊 也是這幾年才流行起來的困擾 有請那個蔣主任來告訴我們 剛才我們一直賣關子 就是說我們現在用這三味就好了 對不對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們清朝的時候慈禧太后 用這個燻眼睛的 其實在秦朝就在用 所以慈禧用這個燻眼睛 慈禧太后 燻眼睛就有15個方 還有燻頭髮的 還有燻皮膚的 還有泡腳的 還有泡洗身體的 所以這些東西以前都在宮廷用 你知道嗎 我們知道說這個用燻的話 燻眼 知道說燻眼 第一個它可以消毒 它可以消毒 又可以殺菌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它可以淨血又可以排毒 那第三個的話它可以輸 我們如果一對姐妹發生出來的時候 她的眼睛常不 你眼睛不好 你是舒服的 因為那個蒸氣 它對姐妹的蒸氣 你就這樣子 你這個 你不可以拿起來這樣燻 你要放在桌子上 放在桌子上 手按住這邊 那你這個眼睛 靠近一點 對 靠近一點的話 你就 就這樣子 要燻多久 燻差不多3到5分鐘 因為你太燙的話 你就換另外一支 中間可以再換嗎 可以再加水嗎 可以再加水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知道說 我們陳主任就知道 我們這個鹽鹼 很容易長那個油脂 分泌油脂 所以它可以促進這個鹽鹼 還有結膜血液的擴張 因為你燻它 而且它可以促進 我們鹽鹼跟結膜血液的循環 還有淋巴的循環 並且它可以 把那些消炎的東西帶掉 如果有淤血的話 就可以帶掉 所以的話 你常常燻它 像我們常常燻它 你眼睛就不會疲勞 因為你知道嗎 我們這個鹽鹼 這個地方的開口 它會讓那個鹽鹼的線 那個線底開口 所以會促進循環 我常常說 給眼睛做SPA 這樣子 對 眼睛的SPA 而且很便宜 對 跟外面動輒兩千 三千 這個實在是 燒很多 燒很多 對 你常常用它 你眼睛疲勞的話 我相信 馬上 你疲勞馬上就讓它分 應該你說舒壓癢或是抗PM2 連有保護眼鏡都有 都有 都有幫助就對了 對 就是說你在燒的時候 你看看來 對 大家再一次再一次 對 好 等一下 還要告訴大家一個廟方 秘方 就是我們主任旁邊 還有一個小小的豆子 這個豆子有什麼妙用呢 現在看看 有國老之稱的甘草 你知道這個甘草有什麼作用 其實我們知道 當你嘴巴破 那有這個受傷的時候 其實它有這個解毒的作用 那特別是在這個 我們在夏天會咳嗽 它有任務的作用 特別科技已經報導告訴我們說 它在抗發炎是非常好的 抗細菌也是非常好的 那特別是對於我們的這個 很緊張的人 那當這個胃呢 因為筋完的時候 國下很多 好 抗把酒 剛剛是用燒的嘛 讓我們眼睛能夠有紓壓 那基本上我們再來講內服 還有那個 那個小小的一顆豆子 有什麼妙用 是我們的鴨軸 叫做目憋果 目憋果又叫做夫妻果 大家認為是 它生長在越南跟南亞 對 那其實台灣也有 那越南人怎麼樣用呢 譬如說它成... 那台灣有 台灣怎麼打一顆的症狀 膜 對 這個膜只吃這個膜 然後他們是把它 像這些種子 一顆顆這紅紅色一個格 就放在飯上面 把它蒸熟之後呢 再把它剝開 把種子剝掉 不能吃種子 就是它... 就吃那個膜就對了 膜 對 很多葉黃素 如果要吃愛中 怕就只換眼睛有關係 它裡面含β胡蘿蔔素 很高 我們剛才講 買一些保健食品的時候 像剛剛K大就吃錯嘛 在飯前吃嘛 對 那還有說葉黃素是不是也要 要吃就要一直吃下去 要三個月才有效嘛 其實還是持續吃 因為你要補充碳粉的話 就一直補充補充下去 不要斷掉會比較好 不要補充夠再來 其實這種葉黃素 因為它是怎麼講 它有個好處就是說 它在我們身體 其實不太容易累積的 就跟β胡蘿蔔素一樣 所以不用擔心 那比較會擔心的話 就是維生素A的話 像一些魚乾 譬如說有人吃血液乾 那種血液乾的話 是脂溶性的 會過多 會產生中毒現象 可是像這種蔬菜裡面 維生素 對 譬如說維生素A的潛質 是不用擔心的 天然最好就對了 現在也要用一個天然 來購我們的眼睛 好 謝謝宜芳老師 那今天壓軸呢 我們要請楊主任來告訴我們 練一下這個口訣 剛才有跟大家說了 我們來講這個口訣 叫做什麼 3加6 對 拇指 拇指 36 36 拇指 3加6 其實我喜歡 給大家印象深刻 36 3加6 因為其實你做36下 像說我們知道 我們KEDA每天看太多了 或我也是 我們每天都要看的 所以的話 我就是說 我休息的時候 訓練經再加上 我們用拇指 拇指 拇指 暗示太陽穴 用拇指這個關節 然後上眼眶骨 然後就1 2 3 4 5 6 7 8 然後下面 換下面 1 2 3 4 5 6 7 8 然後你再來 2 2 3 4 5 6 7 8 做6個8下 做6個8下 這個的話就是 我們會知道說 你按摩這邊的話 讓這邊的肌肉放鬆 而且的話 讓這邊促進 這邊血液的循環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用拇指跟拇指 在兩個眼睛的眉頭 由下往上 因為我們這邊有一個 內的精明穴 對 我們剛剛 剛剛那個陳主任有講說 很多人都睫膜炎 所以的話 你在這個的話 因為他講的3點跟9點 是在 與我們中醫眼針的話 是一個心臟跟肝臟的問題 這個都跟血有關係 那第三個動作 就是用 用我們的 那個拇指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 食指 中指 然後把 撫摸這個眼球 36下 對 撫摸就對了 對 用36下 那你如果說你覺得這樣子的話 等一下你眼睛就會變成亮晶晶 亮起來 亮起來 而且這樣會不會減少那個 眼袋 皺紋 對 會 會 壓力油 要不要用眼霜 還是都不用 我覺得不用 就不用 還有一點的話就是 好 最後 浸不著看 這一顆小豆子可以幫我們 很大的忙 因為我們知道 那個綠豆小冰亮晶晶 綠豆小冰亮晶晶 我們知道說我們的眉毛 眉頭有一個叫做斬竹穴 那有些老人家的話 他這個比較不會這樣子按摩 他都這樣子按摩 那我會叫他說 你就是用這個 把綠豆黏在上面 對 在上面 你晚上的時候 因為你不是要出去沒關係 貼在這個眉頭 還有中間 我們叫做一個魚腰穴 因為這個的話 對眼睛都非常的好 魚腰 你就跟它貼在這邊 還有的話 第三個的話 你貼在這個眉眼睛尾巴的話 叫舒直空 所以這個的話 這些 當然你太陽穴 可不可以就是沿著 這樣子把它貼滿可以嗎 也可以 因為這個全部都是穴位 還有下面 我們眼睛正對 這個有一個叫沉氣穴 沉氣就是你眼淚掉下來 在成熟的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你都可以這樣子貼 這樣子都貼滿 那你就用這樣子 也是按三十六下 就像有一點像耳珠 對 耳珠 對 因為我們針灸 也是你來給我針灸 我這樣扎完 你眼睛就會亮晶晶 所以你平常在家 就可以這樣子自己搭 也是三十六下 像先順時鐘 然後再逆時鐘也OK 因為我們知道 這邊有很多肌肉 我們每天看太多 騙你的 所以你這個的話 就會非常的酸痛 你這樣子的話 就是說 幫助你的眼睛 非常的有幫助 所以我們今天內斧外用 對不對 中西聯手 加上營養師 還有這個 3C達人來幫助